哈喽哈喽大家好 已经八点了 大家能够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OK的话我们准备开始了 OK的话在那个 在评论区打一下哦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还是一样是做个风险提示 我们今天PPT的内容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不涉及您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那您的资金安全呢 在我们GoMarket也是完全的安全的 因为我们呢是受到ASIC的监管 然后呢是有AFSL的牌照的 大家可以在官网上能够查到 我们的牌照号码 然后您所有的资金呢 都是在我们跟Nav的Trust的账户里面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挪用的 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 好了 那我自己就不多介绍了 赵丽啊还是开始之前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最近疫情的问题啊 我看一下 最近这个累积的确诊 已经到了800多万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疫情开始之后 开始做网课的时候 我有截了一张图 然后我就倒回去看了 那张图呢正好是两个月之前截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在4月15号的时候呢 当时的累计确诊呢 全球的累计确诊是183万人 那现在过了两个月呢 已经到了800多万人了 当时我在那个网课里面 就跟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疫情的增长 它是指数级的 而不是倍数级的 就是增长起来的确是超级恐怖 那其实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美国它的新增呢 还依然还是2万多人 没有就是他自己说的那样 有个明显的下降了 那我们看到巴西 现在确诊人数呢 累计也达到了88万人 也是很夸张的 但是相比之下呢 像是英国啊 或者说是法国啊 意大利啊等等的 像这些欧洲的国家 都已经基本上控制住了疫情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看到他们这些国家 就是更多的经济上的反弹 那我在之前的网课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现在呢 其实美国的股市呢 已经开始了一个比较 之前呢就是有个强力的反弹嘛 但是在欧洲那些国家 像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还有那个 西班牙 他们的指数呢 依然还是很低迷的 就如果大家觉得 那方面更加便宜的话呢 就他们的股票 指数更加便宜的话呢 可以考虑去做多一些 就是欧洲那方面的 那些指数啊 我觉得是 可能会比一些 美国的更加 大家觉得会有泡沫的一些指数 更加有吸引力一些吧 长期来看的话 那我最近呢 其实自己在刷微信的时候 也看到家庭群里面 有一条消息就刷屏了嘛 因为大部分我自己的家人 都在国内 然后里面呢 就说到 就是在北京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海鲜市场 发现了他们那个 切割三文鱼的案板中 有新冠病毒的 那个病菌啊 那现在所有北京的那些 海鲜啊 像是三文鱼啊 等等的鱼类啊 都已经从超市 还有那些 食品的那个 restaurant 就是他们餐厅里面下架了 那我当时看到新闻之后 我就在想 那澳洲不是要出口三文鱼的吗 那澳洲有没有 这方面的公司呢 然后我就开始去找了 这下还真的让我找到了 就是有家公司叫TESOL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然后它的代码呢 是TGR 其实大家知道三文鱼呢 这种鱼它鱼类嘛 都是用腮呼吸的 对吧 没有肺 跟我们哺乳动物不一样 所以说它去那个传播新冠呢 其实是有点无稽之谈的 最多就是运输过程中 有些人呢 它可能是携带了这个病菌 然后呢 就 就是让它的这个砧板上 带有这个细菌了 但是说鱼呢 是 它没有办法通过腮去传染这个肺炎的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对三文鱼呢 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就如果把它煮熟了吃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病毒嘛 在高温之下时会被杀死的 这是一方面我要给三文鱼做一下开脱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买那个TESOL的 那个三文鱼的那个smoking salmon 对我对这家公司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我就打开了它的一个股价一看 这两天呢 从最高点回落了10% 我当时在想 这家公司我之前怎么没有看到过呢 它毕竟也是做食品的嘛 我就去给它做了一下研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这家公司 我平时呢 经常在Costowars看到他们家的牌子 自己也去买很多 但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大家有知道了吗 不好意思 没有开那个桌面 但是前面那个图片不重要 所以我们就跳过了 对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PPT 就是特别美味的一些三文鱼的照片 OK 大家有就是看到过 或者说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嘛 对吧 对吧 Tessel嘛 我觉得是很有名的 不管他们家的那个 smokey的salmon的bacon啊 还是他这种freshsalmon啊 就帮你切好的 都很方便 就直接放烤箱里面一烤啊 等等的就好了嘛 所以说我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 基本上 每几个礼拜都要买一次 他们家的东西 也觉得很新鲜 很好用 很好吃啊 其实是 我也给大家安利一下 一不小心就做成了美食节目 对吧 那我也上那个 雅虎凡蛋上看一下 它的一个PE ratio 它现在PE ratio呢 其实比较低的算是 就是才10.91 不算很高 那它也是有发它的那个补息的 每年呢 差不多是4.8% 这样子 那我右边呢 也截取了一张 就是它去年的一个财报 我们可以看 对比一下18年 18年和19年 它的一个销售和盈利能力 都有了一个上涨 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 那2020年呢 其实对于他们这些食品的行业来说呢 也是一个不好的年份嘛 对吧 因为国内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很多餐厅都关掉了 那对于三文鱼的消耗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所以我就特意呢 也去查一下它第一季度 刚刚出的一个季度报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说 它的产量是上升了 然后销售量呢 略有下降 但是在这个销售量里面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其实对比去年同一季度呢 它的一个本土的销售是上涨了的 然后它的盈利能力也是有所上涨的 就本土这方面来看 但是它的出口呢 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 从去年同期的6627吨呢 降到现在的3582吨 对吧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因为现在 因为我就像我之前说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出门去餐厅 消耗三文鱼的 三文鱼的那个量减少了 对吧 但是我们从它整体的销售额来看 就19年的话呢 其实出口的占比呢 只占到它整体销售的32% 对不对 那其实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其实这方面它下降呢 对它整体的盈利能力呢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那Tesl呢 这家公司 它主要的一个市场啊 主要还是focus在那个澳洲本土的 因为70%多嘛 77%都是在澳洲本土的 而且本土的销售有个增长的话呢 其实对于它2020年的发展 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家公司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 或者说去多去看一看的 而且它里面说到呢 它最近的一个产量 就是生产的成本降低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它这里有说到嘛 它生产成本降低 差不多是15.5% 但我觉得这就很辨证了 对吧 因为它有一些三文鱼 出口的三文鱼 它没卖出去 它就滞留在了鱼塘里了 那它每一尾三文鱼 它的生产成本 就这样子下降了 对吧 但因为 但这是因为它的一个销售额的下降 导致了它成本的下降 所以这一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忽略不看了 就不算它一个很好的一个point 但是我看到它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从18年开始呢 就考虑去把自己的业务链 把它拓展开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海鲜市场嘛 都是比较接近的 那它现在呢 也准备去进军一些 盈利能力更高的虾类市场 我看呢 它主要比较想去做那个 Giant Tiger Prong 就是右边的这种虾类 看一下新闻 它有说就是18年的9月呢 Tenso旗下的一家全资的子公司 叫Dicosti 收购了澳洲最大的虾类的一个养殖基地 叫Fortune Group 那为什么我们说 其实虾类会比三文鱼是一家 是更加盈利率更高的一个市场呢 这主要还是要看一个产品 它的生产周期嘛 生产周期 比方说这个虾呢 它从一个虾苗到长成一个成虾 然后可以供我们 供生产商去贩卖的这个时间线啊 它只要一年 但是三文鱼的话呢 就是三年 也就是生产这个虾的三倍之多了 对吧 那从这方面来看呢 其实这个虾 它的pain over是更高的 能够帮助公司 更快地回收自己的资本 能够加快它的资本运作嘛 其实对它来说是好的 那在Fortune呢 这家公司也就是被Tesl说过的这家公司 它19年的库存呢 差不多是有700吨的虾 那Tesl呢 目标在接下来的三年到五年之内 也就我给它算一下嘛 是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呢 将这个产量增加到3000吨 也就是至少呢 要翻四倍多 那Tesl现在的CEO Mark Ryan呢 也表示说 自己呢 现在目前本土的那个三文鱼的业务 都发展得很不错 那也为它未来的虾类的销售啊 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所有的销售渠道 像是World Wars啊 或者Cost 它都有基础嘛 然后Cost呢 也明确表明会支持 它在虾类这方面的一个销售 所以说呢 在这些 不关是那个供应商啊 还是说销售方 它都有很强的一个背景 所以它不担心 它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 它卖不掉 对不对 首先销售渠道就是完全OK的 那主要呢 就是看它的进货渠道了 那其实呢 大家如果去做一些 如果是这个海鲜类专业的一些朋友呢 去做一下调查 就可以发现这是Fortune了 他们在 其实在被卖给那个Tesl之前啊 他们自己是花了300万到400万 去做了一个 自己的基础建设 就是生产养殖场的一个改进吧 然后呢 它现在应该是澳洲最好的一个生态养殖场 虾类的生态养殖场 所以说呢 它从进货渠道这方面来看 也就是生产方面来看呢 也是业内很顶尖的 那它主要呢 就是觉得现在澳洲呢 我看一下数据啊 就是目前澳洲呢 每年对虾类的需求 差不多是在6万吨 但是澳洲本土的供应呢 差不多只占了10% 那对比一下 就是Tesl现在的一个三文鱼的市场 虽然呢 其实差不多都是需求是差不多的 对吧 都是在6万吨左右 但是呢 澳洲本土的制造 差不多是占据了90% 所以Tesl呢 预计在2024年 Tesl的虾类供应呢 能够给它自己带来 1500到2500万的税前利润 那对比目前就是19年 它的那个1.1亿的税前利润来说呢 将会增加到13%到22%的营收 那我们也可以合理的估计 就是它的股价呢 也会增长相应的比例 当然了 这个也是要在两年之后 才能够实现的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 这家公司 那其实我自己去超市看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个 它旗下子公司 就是Decosti也是它的嘛 所以我在左边 就看到这个prong的时候 就我看名字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是这家公司 但是我一看到它的图片 我就知道 这个公司 我绝对是在World Wars看到过的 那当时呢 我就对它更加有亲切感 我就觉得这家公司 大家也可以稍微再去多了解一下 我觉得它未来呢 其实不光是虾类了 就算它是进军鱼类 我都觉得它 就是除了三文鱼啊 像是别的一些巴萨鱼啊 或者说是 因为对海鲜市场 我不太了解 像是海胆啊 或者说是一些别的海鲜产品 贝壳类啊 或者是什么的 如果Tesl有意向啊 去进军这些 别的一些海鲜类目的话呢 那对它自己来说呢 也是很有 怎么说呢 很符合它的战略发展的吧 就是它会比人家轻松很多 并且它已经有很多 稳定的一些销售渠道 还有一些进货渠道的话呢 其实它对它自己运营来说 是会顺畅很多的 所以可能虾类的话呢 也只是它的一个开始 我看一下问题 有朋友说听不见了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机软件的问题 需要重新退出去 再进来一下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最近一直 收到很多客户的电话 就因为前两天就是美国的股市 其实跌了挺多的嘛 那澳洲的股市也有一波回调 那就会有客户会在咨询说 为什么现在会大跌 是不是终于要开始 就是大的回调了 当时呢 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说呢 S&P3000 S&P500啊 它还是在3000点以上的话呢 那就还可以继续再观望一下 但是如果它收盘收在了3000点以下 那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 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之后也会再详细的说一下 技术面上的问题 那我之前在4月14号的网课里面呢 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美国的债务情况 当时的债务情况呢 其实也已经不太乐观了 因为美国呢 一直都面临着一个扩表难收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停地去印钱印钞 导致呢 自己其实资产负债表 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只要一缩表呢 就是一降低印钱的速度啊 这股市就开始跌 就完全撑不住了嘛 18年底 那个时候其实有尝试过缩表 但是是失败了 因为没有哪一届政府 能够真的下得了狠手 去停止印钱 或者说在自己任期之内 把股市搞的 对吧 怎么说呢 怨声债道 对吧 因为这样的话 华尔街都会给他们寄信嘛 看不下去了 要换人 所以说 其实这个扩表的事情啊 一直都存在 那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话呢 也欢迎点开我上 4月14号的那个视频 去具体了解一下 美国它里面说的SMCCF是什么 或者说是PMCCF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 制造出来的工具 去买这些债务 那现在呢 其实 那当时那节网课呢 也有跟大家预测过 就是说美国还会采取一些 什么极端的措施 去挽救股市嘛 当时有说 可能是以ETF的形式 去买股票 直接下场买股票 或者说是 直接下场去买各股 但是我觉得 现在也已经差不多了 对吧 因为已经直接就是 下场买各 就是企业债了嘛 而且是 是一个国家企业债 而不是说 我是以一个 ETF的形式 去买一个 怎么说 collateral 对吧 是一个资产组合 但是美国呢 对这个 也是有自己的讲法的 他们是说呢 要是为 要购买这些公司债呢 去组成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公司债的一个 投资组合 去给投资者 也就是说呢 他买了这个 是不是还会 左手去做一个基金 然后让散户 或者是别的一些 投资者 去买这些公司的债务 然后他在中间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风险 全都转移出去了呢 所以也有这个可能了 那当时 那当然了 这次他也有给自己定一个规模嘛 就是这次购买的价值呢 最多是7500亿美元 但是怎么看啊 这一次都像是 想是在旧美国的指数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其实在标普3000 在接近3000点 或者说在跌破3000的那个位置 才刚刚出来这个消息 对吧 其实就是美联储和特朗普 都已经有一些着急了 那也导致了就是 标普呢 昨天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也就是直接是上涨了5% 那我们俩看一下图片 就是昨天在这个时候宣布的嘛 其实在这个时候之前呢 股市标普500呢 也已经经历过了几次 很严重的下跌了 那这一次拉涨的幅度 其实是很大的 就是从最低步呢 到反弹到上面的位置呢 差不多是有5%了 那现在这种感觉呢 就像是每次在股市下跌之后呢 美联储都要出来说个话 我要给我的 我们的股市撑个腰 然后特朗普呢 也要出来说句话 就是说我要开始 准备购买1万亿的 准备开始花1万亿 来进行基础建设 当然这我们之后也会说到 但是呢他做这些印钱也好 然后购买公司债券也好 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 就是美元的下跌 我前两天还在跟客户说呢 我说我已经买了美元指数了 我很看好这个美元 因为他 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大国嘛 而且他现在呢 从技术上来看 他在这边呢也已经触底了 所以说我在这边呢 也是买了一些 买了一些美元指数 然后但是没想到呢 消息一出来之后 美元立马就大跌 对吧 然后澳币呢 和那个澳币和英镑啊 等等的欧元啊 也就开始随着美元的下跌 又开始了一波上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想要去做美元啊 或者说跟美元相关的一些货币队 还是要谨慎 因为谁也不知道 美联储什么时候会说话 除非你晚上不睡觉 对吧 能够立马跑出来 结果我这一单就是 本来是盈利的 然后后来就是止损跑出来的 有点狼狈 还好我的客户没有听我的建议啊 这也是一个澳元的 澳元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跟美元反着走的吗 那美元下跌之后呢 澳元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弹 那因为疫情控制的原因啊 等等的 其实现在全球的资本 都是比较看好澳元的 那明天啊 我们GoMarkets呢 也会有一场直播 是由我们的资深分析师 Jacky和我们的一个很老 很老牌的一个分析师 Ellen 他们会进行一场辩论 他们就会对澳元 未来是涨势跌进行一个 更深入的探讨 那我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 那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要一下连接 是明天晚上呢 七点半准时开始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直播 干货满满 里面会讲到别的三个股票 那说完美元呢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最近的走势呢 还是比较粘的 也就是一直在震荡 没有说有一个大的拉涨 或者说是下跌 每天呢 就是这么几美元的波动 有没有让大家看到 有一些特别振奋的消息 对吧 那也是因为现在股市的原因嘛 股市如果说 一直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上涨 或者说波动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那黄金它其实也不会有大的异动了 除非有一个事件刺激 我们才能够看到它有一步 有一个进一步的上涨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 更适合一些喜欢做短线的朋友 就是每天呢 都会有几美元的波动 然后呢去做做 不管您是做多还是做空 其实都是有机会赚钱的 对吧 高抛低吸嘛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做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提了一嘴的 就是特朗普呢 现在是考虑要做一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 来支撑 来刺激经济嘛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 就是其实基建呢 是最简单的增加government spending的一个方法 对吧 增加政府开支 然后拉动GDP 然后推动就业 因为它的门槛也不高 建筑工人的话呢 初中的文凭也能做 对吧 那所以说我就看了这个呢 我又联想了一下 那道路和桥梁 它最需要什么呢 是不是还是铁矿石 那铁矿石除了巴西 对吧 那也就是澳洲了 澳洲毕竟是铁矿石 就是优质铁矿石出口大国嘛 那如果说这个 这个一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 真的批下来了 那澳洲的铁矿石 是不是价格又要涨了 一涨的话 那BHP REAL和FMG 是不是又得涨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呢 只是一个提案 现在买进去呢 可能还有一点点早 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关注嘛 看什么时候 特朗普 真的能把这一万亿美元的 基础建设给批下来 那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去做一波 短线 或者说是长线 都可以 对 因为这个桥梁和基础建设的话呢 它可能 如果说真的实行下来啊 也是要三到五年至少的吧 特别是西方国家 五到十年都有可能 是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也看到 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 就是美国修改了一个禁令 允许美国的企业和华为呢 在5G方面进行一个合作 去年呢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就是禁华为 美国禁华为这件事情 也是闹了沸沸扬扬的 可是现在呢 特朗普或者说 美国的商务部又改 又改嘴了 对吧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中美贸易战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缓和了吗 但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那主要我们还是看数据说话嘛 那目前呢 根据调查机构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呢 其实 美国之所以放宽 对华为的限制 主要是因为 美国在被 在进华为之后啊 让美国在参与国际的 5G标准建设的话语权 在不断下降 而华为的话语权 在不断的增强 就不利于美国 现在对5G的掌控了 大家知道吗 美国总要是 总喜欢就是 或者是总是一个科技 龙头这样一个地位 他也不希望自己 在这方面就是失去控制 那全球其实现在5G专利中 排名前七的几家企业呢 分别是华为 三星 中信 LG 诺基亚和爱立新和高通 那其实这七家企业呢 占的专利的总数呢 是超过70%的 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是美国企业啊 现在他们的5G的专利的占比呢 不超过15% 那华为一个 一个公司的专利 可能就已经是15%了 就是完全碾压 美国所有的公司加起来 这样子一个程度 那美国现在一看 就觉得有点着急了 就准备呢 就是开放跟华为的合作 然后在5G上面 5G上面就是把自己 再拉回来 自己这个定义的一个地位吧 所以呢 这还是美国做 同一个中和的角度去考虑 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退步 退让吧 我觉得 而且呢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我看到 现在就是4月份的 这个华为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呢 也已经达到了21.4% 这个呢 其实是句题外话 因为华为毕竟没有上市嘛 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真的是很希望 自己国家的企业 能够在国际上能够 走到第一的位置嘛 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越了三星 对吧 登顶了全球第一的一个位置 还是很骄傲的 就跟大家说一句 这个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 一个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是我发给客户的一个市场行情的提示 这个是6月12号 也就是上周五给大家发的 当时呢 我就特别列举了三个公司 但是webjet呢 当然是下跌了13.15% 也就是到了3块6 这样子一个价位 因为大家知道嘛 我们只能够提供一般性的建议 是不可以给出很明确的交易提示的 不是就是很明确的 或者说个人的交易提示 所以说呢 我也会通过这种方式 跟大家提嘴 就表现出一些 就我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些股票 那大家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进 对吧 那webjet呢 今天也是很给力 就是在大盘反弹之后呢 也回到了4块1毛4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大家有在礼拜五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 然后有做出行为的话呢 有做出买入举动的话 那今天应该也是也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涨幅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6月4号6月初的时候 跟大家说可以考虑在第一位的时候 去进一些黄金股的股票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的那个位置呢 不是最低 之后黄金股呢 也有两天 也有持续的一个多礼拜的继续的下挫 所以说我们给的那些信息呢 并不是说百分百都会正确的 我只是给出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要怎么做呢 当然还是要大家去判断了 我只是会觉得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建议 那最后呢 也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很失败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给大家推荐一家公司 还出了一篇股评 那就是HELAS嘛 对吧 HLS 当时呢 是在HELAS在并购了之后呢 我才推荐的 因为我当时觉得它 收购了很多就是PERS啊 包括还有阿德雷的那些 连锁医院之后呢 能够对它自己的业务 就起到一个更加好的 一个推动的作用 因为它本来是做影像起家 就是病理学实验室的 比较多嘛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拍个CT啊 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啊 或者是做个B超啊 等等的 就是这些医学成像 比较多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它 有一些医院支持的话呢 那它肯定会 就是说把那些影像 成像啊之类的 给它带起来 对吧 因为他们医院 就可以直接指定啊 说要到我旗下的这家公司 比方说 我的一个AA啊 我要去那里你去做个B超啊 或者什么的嘛 但是其实呢 并没有这样 反而是因为HLS呢 它去收购这些医院呢 而增加了很多自己的债务 而导致这个股价呢 其实它自己的盈利能力 是下降的很严重的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也就一绝不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线呢 红线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我推荐时候的位置 可以说是在一个高位了 之后它的价格呢 就一直在下跌一直在下跌 直到跌到了一块九 对不对 都快跌掉一半了 所以我对当时啊 听了我的报告 然后买进去的一些客户 表示很很抱歉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他自己他这个债务的 偿还能力是这么差 那他昨天呢 也是把自己的这个 HILLOS的一个 Primary Care的这个业务呢 也就是他医疗中心的 这个业务卖掉了 然后呢 股价是上涨了18%了 因为他的这个业务呢 他卖了差不多有5亿澳元 那他自己说呢 是会把这些资金呢 全都用于偿还他之前的债务 那会把他自己的杠杆率呢 从2.7倍 那下降至1.5倍 也就是一个比较高债务的一个比例 然后下降到一个正常水平 那对之后来说 他的压力呢 就会小很多了 那其实也是很可惜的 因为其实HILLOS Primary Care 是他一直就是起家的一个 他从起家就开始做的一个医疗中心 对 所以说当时管理层应该做出这个决定 是很艰难的 真的是挺艰难 毕竟是陪伴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嘛 但是HILLOS呢 还是同意就是 在卖出这部分之后呢 依然让这家公司沿用他的名字 还是叫HILLOS 不会说改名或者什么的 那之后HILLOS呢 可能会更加专注于 他自己新并购的这些医院 和这些医学成像诊断行业 也就是继续去做他的一个 业务更加精简一些了 那我自己呢 是觉得这家公司的业务 因为毕竟是澳洲连锁的医院 还有成像影院呢 他的其实业务是很稳定的 但是他增长点呢 可能就没有我之前想的这么理想化吧 因为我之前可能觉得他 医院并购结束了之后呢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但其实可能对他自己来说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 这样高的一个增长潜力 那他的补息率呢 也并不是很高 也就不到3%是2点多 那这种公司呢 他长期来看 可能也就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走势 之后也要看他的管理层 会不会有更多的消息派出来 但是现在这家公司 在经历过18%的涨幅之后 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往上涨 我看一下今天他收盘呢 应该也是涨了3.5%这样 那说明其实投资者 对他卖出 卖出这个Primary Care的这个决定啊 是感到很高兴的 对吧 知道他的债务下降了 那他的一个个股的一个 个股的盈利能力也就会上升 因为债务下降的话呢 公司就可以把更多的现金啊 放在股票或者说是回归股东上面 那从这方面来看 他的很可能啊 他未来的一个盈利能力 已经反映在他的股价值上面 所以也没有说会对他 未来有一个很好的预期 那大家还是要自己决定了 那其实今天的PPT内容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 有客户问了一个很艰难的问题 说明天的大盘走势会如何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特朗普会知道 但是我个人感觉 如果说 没有今天晚上没有出很大的消息的话 可能大盘还会继续往上走一段时间 因为刚刚出了这个消息嘛 说美国要开始买公司的企业债 那之后可能大家还会对股票的信心 依然是很很报道的 也就是说对风险偏好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资金一直在进场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未来的短期是继续看好 这个美国的股市 目前有哪些股票可以买 目前有哪些股票可以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说的Tassel 我觉得三位鱼这个公司 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看好它的这个 这个它未来的养殖下的发展 有客户问如何判断手上是强势股或者弱势股 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强势股估计就是那些 涨得特别猛的就叫强势股 弱势股就是放着好几天都不动的 或者说它一直在跌跌不休的 像是我今天提到的HLS 就是比较弱势的公司了 因为它不太受到媒体 或者是投资者的关注 那这些公司波动比较小 那就不太 就挺弱势的了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想跟大家说 就是其实我在之前的网课里面有说到 我一直在预期就是after pay和cogen会有一个回调 可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对吧 一直都是不回调 不仅不回调 after pay天天创新高 今天已经是56块6毛7 我也有看自己视频下面的评论 有人给我评论说 cogen在你说完 它会跌的之后的一天 它就开始涨了 我是真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可能 就是科技股的天下 包括是电商的天下 那如果cogen这样涨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阿里巴巴 那上一节网课 其实Jacky也说过 就是阿里巴巴现在市盈率呢 对比其他同行业的公司它是比较低的 那也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嘛 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多多支持他一下 有客户说他在3000多点买空了标普500 现在有必要继续持有还是及时止损 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个人建议 对吧 我们只能给一般性建议嘛 那其实标普500 现在在美联储出台了这个政策之后 对吧 他开始买企业债之后 那股市肯定是会强势一段时间的 但是Alan呢 我们的老戏股 不是老投资者 Alan哥他也一直在说 他在等待就是美国的 美国股市会有第二只脚踩下来 也就是说会有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 那就取决于你是想要hold多久 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短线的投资者的话呢 那其实呢 就可以止损 那但是如果你跟就是我们的Alan他的看法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保有 其实呢 投资是一个特别个人的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吧 我最近发现61financial上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我看股票的 因为有客户问 问就是Tesl他的一个股东成分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这里输入 然后他在这里有一个股东的选项嘛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一个投资公司的名称 有Vanguard啊或者是Arog啊什么的 我就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啊 Vanguard啊 他会有很多很多显示他很多现在持有的一些一些公司的代码 包括像是我们很熟知的CBA啊BHP啊CSL啊Nav等等的 你也可以看他的持有日期他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比方说Nav的话最近啊就是在5月底的时候进场的那个时候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呢可以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建议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5月27号那不是什么价格那如果你在这个附近买了这个产品买了这个公司的话那应该就不会太差 因为这些公司呢它是啊毕竟美国先锋嘛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对冲基金啊啊 啊但是他这个呢是被动式的啊也就是他是自动买进的但是他这个买入的时间啊还是很有讲究的 当然这个呢是我们要在公司买入之后啊一到两个月之后才能够看得到的啊 这个差不多是在啊半个月之后才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大家喜欢这些投资基金的话呢可以多多关注他们最近的动态 买的都是一家很牛的公司啊A2去年6月份的时候NCM9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些公司我们都很熟知都是ASX200之内的公司 WPL4月30号股市触底的时候买的 然后有客户问英镑的走势怎么样其实英镑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英国作为老牌的一个投资老牌的一个国家嘛 其实它在金融方面是十分发达那它的交易频率也会很高它的波动呢也会更大 那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呢像是英国现在脱欧啊和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会直接的对它这个英镑啊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像就像情侣吵架对吧啊之前嘛英国脱欧英国跟欧盟关系不好了就像你朋友给你打电话说那我跟他要分手了你刚才你刚才要跟他说那你们就分吧 然后他过了过了几个小时又给你打个电话我们又和好了对吧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英国和欧盟就像一对正在吵架的情侣 他们不停的风风和和风风和和那对他的一个汇率呢也会造成这样子很大的波动 所以说大家做英镑呢最好是做比较短线的然后呢根据他最近出的一些新闻啊去做一些商应的一些波段比较好 有客户问现在Cogan还可以买吗 我觉得Cogan你有胆量你可以买一般性建议我自己对他不保有很多的看法因为我的确知道Cogan Cogan他的创始人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个走势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 他未来会不会有个大的回调他的回调幅度有多少从技术上来看呢 因为他这里是一个跳空高开码 如果他回落的话呢至少也会回落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11块1毛7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个人呢可能不太会在这个价位去买Cogan 相比起来我会更喜欢像是Microsoft啊或者是Apple啊或者是美国的 Amazon之类的公司 我会觉得他们会比Cogan更加好一些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直接给两个公司推荐两个公司 之前有推荐过很多嘛像是LLC和Webjet 对吧 我自己特别看好的两家公司 一个是做基础建设的LendLease今天上涨了7.9% 那我觉得未来呢它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Webjet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 我会一直拿着 包括这个Webjet这个公司呢它去做短线也特别的好 因为大方向嘛我依然对它是看涨 那只要它价格跌的足够低 那我自己呢就会短线进去买一些等到涨了那再抛嘛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Webjet的涨幅是多少 11.4%嘛 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多出一些就是美国公司的分析 大家可以留一下言就是想要知道哪一些公司的股评啊 可以留言给我们 因为我之前有出过Microsoft的和沃尔玛的嘛 沃尔玛的话呢作为一个防御型的超市也是不错的 Webjet目标涨到哪 很难说我给它的心理价位呢是8 长线的话啊是8块多8块4 但它现在啊只有4块1 也就是一个腰斩 当然了这个价位不不太可能就是短期之内会实现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TMD这家公司不太了解 有客户问最近这个ASX还会继续小牛市还是可能会回调下落 其实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澳洲的这个股市啊完全是追着美国跑的 那其实您就是在问美国是会继续涨还是要回调下落对吧 其实本来呢是应该已经回调下落了对吧 但是美联储呢和特朗普这么一开口他又不落了他开始反弹了 所以现在呢就等于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觉得美联储和特朗普还能有什么招拉一把股市一直拉到11月份大选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一直把这个股市撑到11月份啊 在那个第二只角落下可能是在11月之后了 那其实今天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就跟大家说到这了 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给我们留言或者说在YouTube上给我们有一些评论 クr字幕后期继续 民 k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